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23日 罗马期待战胜费轮天拿 周一凌晨,一甲首轮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罗马将主场迎战费轮天拿 罗马过去四次面对后者全部摘的胜果 并且期间得失求比位10比3 可见主队对阵费轮天拿时攻防两端均有不俗发挥 加上此番红狼更是坐拥主场优势 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罗马是意识要取得联赛开门红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休赛期的重磅转会新闻数不胜数 而罗马连奴回归一甲意识其中之一 但此前在英超执教热刺的经历 让外界对罗马连奴的评价大打折扣 因而这次重返一甲 摩连奴是带着十分强烈的决心而来 罗马与摩连奴的关系更像是同事天涯沦落人 要知道红狼在过去几个赛季的成绩难尽人意 而摩连奴的加盟也许能唤醒球队的血性 除此之外,罗马还引援了前车路式球员譚美 艾巴贤,此子是车子的主要攻击手之一 他的到来能在进攻端给予球队不小的帮助 此外,阵中还有深的摩连奴认可的中场小将尼高路 新尼奥路 他与狼王托迪 Franchesco Totti的风格颇有几分相似的味道 都是属于攻击型前场 并且脚下技术不俗 更重要的是他能胜任多个位置是一名前场多面手 阵容趋于完整的罗马近期一系列热身赛后逐渐找到比赛状态 近二战中 球队先是5比0横扫拉差体育会 随后在欧斜连中凭借罗伦素 伯利坚尼和易苏穆鲁道夫各建一弓 最终击败吐超竞旅特拉布宗 在两回合的交锋中先下一城 并且在这二战各项赛事中 球队得失球比位7比1 攻防两端堪称完美 此番状态正佳的罗马有望在联赛首战中全取三分 阵容方面 后卫基斯 史摩宁和里安纳杜 史宾纳苏拿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费伦天拿近几个赛季过得并不如意 球队常年在联赛中下游徘徊 甚至曾险些遭遇降班 在此前两季中球队频繁换帅 但这些主帅都已失败收场 而今年5月份邀请前拿玻璃主帅家杜苏正纳苏 Ivan Gattuso 执教 但却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因为引员思路不同遭遇下课 最终只能让伊太利恩努林威受命执教这只子百合 球员方面的引员方向大致为填补空缺 因为费特利高 即爱沙租界加盟至阻迹 老将列贝利弗朗克利贝利亦无意续约 因而费伦天拿不得不在进攻端进行引员 按干沙里斯与埃尔蒙迪安努相继加盟 但大致上球队的整体实力并无特别大的提升 如此阵容与上述罗马的纸面实力相比较 紫百合已经有点未占先输的味道 加上上赛季费伦天拿的客战表现十分糟糕 期间19轮做客紧录得三场胜绩 胜率不足两成 综上所述 费伦天拿金仗出征确实不宜高估 阵容方面 中场S严拉巴特因商修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准备 未经订阅明镜 未经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